中共三中全会和北戴河会议期间 有关习近平换重病和被政变的传闻甚嚣尘上 这当然不是真实的 随着习的频繁露面 传闻由乐到冷 但这样的传闻也不是第一次 习下礼上就比这次规模大流传广 传闻是明星的投射 也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乱世之秋 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浪潮正在到来 政治学博士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先生说 唐代世人章节的七律 焚书坑写道 坑徽未冷山东乱 流向原来不读书 这句话反映了中国历史上 自烂循环的模式 秦朝作为第一个中央集权强大的王朝 其覆灭开启了不同于西州和东州时期的 政治调整模式 春秋战国时代 政治调整是通过贵族和国王间的博弈实现的 当某个国王和贵族表现不佳时 人民就会投奔到更好的领导者 孔子曾说 榜有道 则是 也就是说 哪里有道 他就会往哪里去 这意味着政治调整通过贵族和国王之间 权力兴衰完成 这也是西方现代政治之前的政治调整模式 自秦朝起 中国历史上的起义 多有讲实力的豪杰 而非讲理的知识分子领导 知识分子解决的是统治的正当性问题 但一个不正当政权被推翻 基本上是实力革命完成的 这是因为秦始皇实行的焚书坑儒政策 使问题无法通过讲理解决 在中国历史上 独裁者的倒台 往往不是因为被讲理说服 而是因为改朝换代 只要君王还愿意听出建议 他的统治就不会被推翻 即使有忠臣被杀或出现昏君 只要继位的是明君 人民仍然支持王朝的延续 然而一旦君王过于野蛮和独裁 人民便会支持推翻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 起义通常不是知识分子 而是边缘农民发起的 当统治者不讲理时 讲理便无法解决问题 而人民一定要解决问题 于是他们会选择果断行动的豪杰 今天的情况是 民间对独裁暴君习近平的不满情绪 正在增长 但关键时刻尚未到来 当前人民还纠结于是否应当讲理 当公众普遍认为统治者彻底不讲理 只有通过暴力推翻时 他们才会选择革命的道路 目前主张革命与非暴力抗争 存在争论 反对革命的观点 主要有 革命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结果 革命推翻暴政的胜利者 是否会进行民族建设或放弃权力 这是未知的 历史上的例子 如袁世凯和毛泽东表明这一点 许多民国时期的人士原本支持共产党 希望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 却发现共产党在夺权后 开始清洗民主党派人士 如反右运动 事实上这场运动实质上是针对 那些曾支持共产党的左派知识分子 反对革命的观点还认为 即使革命的领袖事前标榜自己 一旦掌握大权 权力很快会腐蚀其本性 黄炎培作为民国时期的代表人物 与毛泽东进行了摇动对 就是一个例子 毛曾经邀请他考察解放区的治理 尽管黄炎培对解放区治理 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但他也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上 王朝兴衰的问题 质疑共产党能否避免历史的轮回 毛泽东曾表示 共产党找到了民主 这一解决方案 认为实现民主后 共产党就能不失信 这表明毛对民主的本质有理解 但在掌握权力后 他思想发生变化 当他可以通过革命 总获得的暴力实力 镇压不同意见时 他放弃民主的理念 而选择新的专制 因为这符合他政治利益 同理习近平不一定是长期赢的 意图独揽大权 最初他也是一个厚道人 但他大权独揽后 心态变了 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觊觎会有不同的心态 政治领导人也是如此 一旦掌握大权 他的性格和做法 可能会发生变化 如何获取权力者 一般会以同样的方式 维护权力 因此对革命论的 一个主要批判是 革命不会带来民主 只会为新独裁者补入 反对革命者 虽然理解这一点 但当革命真的到来 他们如果选择利流而行 便可能成为革命的目标 历史上启蒙领袖 在革命浪潮中 往往首先被攻击 他们之所以成为目标 是因为他们以前讲道理的立场 在革命的非理性冲突中 显得犹豫不决 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讲理的 而是以实力为依归 支持革命论的认为 一方面他们认为只有革命 才能解决统治者的问题 也就是统治者不讲理事 只有用革命的方式才有效 他们执认革命的力量 因此很多人强调 必须依靠实力解决问题 这不是迷信实力 而是认识到对抗共产党 只有靠实力才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 革命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不管是否喜欢 只要目的是推方 共产党就不得不采取 非理性的方法 如果想讲理 就会被视为浪费时间 甚至白白送死 革命有时是不得已的选择 它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至于革命之后 他们也承认革命不一定带来民主 然而获得权力的手段 不一定是维护权力的手段 中国封建王朝轮替 都是暴力 推方就暴政 但建立新政权后 就会开阔取势 让知识分子治国 将暴力推翻 旧政权的工程封赏 如果不说文官治国新规矩 则满门操战 但是都没有走出历史的轮回 都没有实现民主 关于革命后的治国方式 如美国的革命 英国革命 尽管也是暴力革命 但之后并没有建立起新的专制制度 因此对革命者来说 有时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当革命大潮来临时 无法避免 无论是否支持都无法阻挡 都无法阻挡革命的进程 例如刑害革命前 王清卫本是革命党的领袖 试图刺杀摄政王未遂 但被监狱里摄政王的治国理念 说服 如果不是刑害革命爆发 王清卫在历史上就有可能成为革命的叛徒 革命者认为 当革命大潮来临时 不管个人是否喜欢都必须迎接并接受他 因为反对 无济于事 例如 即使王清卫和摄政王联手 也无法阻止武昌起义 打致辛亥革命成功 我常打个比喻 不是说我们喜欢万有引力 如果地球没有引力 那可能减少很多死亡的事件 因为世界上很多人都是摔死和被砸死的 但地球引力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我们只有在引力的情况下 寻求更好的生成方式 中国民主运动称在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苦称待变 整个社会跟着共产党走 在这个阶段 搞民运的人要面对四把尖刀 第一把是共产党的打压和抹黑 第二把是老百姓的误解和攻击 吃冷血馒头的滑脑酸都是轻的 老百姓常常跟着统治者骂力 即使在美国等西方社会 尽管个人有生成的机会 但是主流社会中没理的位置 那些掌握资源的政客 商人 专业人士 希望中共掌权的机会 而疏远甚至诋毁民运 第三把刀是内部相互侵杂和小矛盾 第四把是家庭的反对 因为搞民运的人 往往家庭破 人没亡 很少有家庭愿意承受前三把刀 因此家庭多破裂 人没死也大多数退出民运 极少数强大者还在继续坚持 今天大多数反共的人 都是从普通人觉醒而来 但几年前 如果有人讲民主运动 大家可能会相信 共产党而不是讲民运的人 在这个阶段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像毛坑里的石头一样 又臭又硬 坚守信念 为国家未来在最黑暗的时刻 保留一束光 照亮国家的前程 第二个阶段的民主运动 是破局 在这一阶段 需要一批能够迅速反应 敢于站出来的人 就像我在1989年 虽然一开始认为学生们不成熟 但来到西方学习政治学后 我意识到历史正需要这样 有血性 热气和激情的人 他们下行星之火 能够迅速的燎原 点燃他人的斗志 在街头 有非常好的感觉 能抓住 讯息即逝的机会 第二阶段 需要的人 恰好具备 第一阶段 没有的数字 第二阶段 需要的是 能够适应变化 敢于行动的人 第三阶段的民族运动 需要各地组织的发展壮大 一旦在大事变中 像八九那样 第二阶段的人 跳出来 打开局面 这时候 需要在各地建立组织 我反思 我们当时 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在1989年 但共产党还没有下决心 邓小平的坦克 还没开上来 各级领导 还同行民运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在各个地方 建立民运组织 共产党的镇压 就不会那么容易 但当时 我们只是取 搞运动的状态 最后 也是一触即发 没有扎下根基 运动很快就被打压 所以第三阶段的任务 是迅速建立组织 第四阶段的民族运动 将涉及全国范围内的选举战 在这个阶段 我们需要和共产党竞争 因为人民可能还会对共产党抱有希望 如果中共能够承诺政改和开放转型 我们的目标是在第一次选举中 就要击败共产党 因此我们需要全国范围内提出一个大的政治纲领 为第四阶段将中共逐出政治舞台 我们需要现在开始建立地方组织 并为选举做好准备 在国家大变革时期 那些在旧政权中 有地位 有官位 有经济实力 甚至有专业和思想定势的人 往往动作较慢 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拖累 民国时期 无论是共产党 还是国民党 他们最初都是像我们一样 是普通老百姓组成的 身逢其时 身逢机遇 果断行动 超越那时的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精英 他们最初走上国家更新之路时 也没意识到后来国家新政的动良 但在这条道路上 越走越远 不断的积累经验和成就 最终成就国家和个人的大业 在民族运动中 我们要避免完美主义 我和一个知识分子 喊刘邦 他说刘邦就是个流氓 我告诉他 尽管后世知识分子 把刘邦说成是流氓 刘邦也是一位开创新时代的豪杰 他在高龄开始领军造反 成功推翻了强大 统一的六国的秦朝 并随后打败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 那个时代的豪杰和汉将都愿意为他所用 没有人说他是个流氓 刘邦就是这样的冷物 他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才能 更是因为他抓住了历史的机遇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历史的大变革往往不是有所谓高数字精英推动的 而是那些敢于行动敢于担当的普通人推动的 普通人的觉醒和行动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关键力量 在关键时刻使他们站出来 用自己的方式改写历史 因此我们应该征重并鼓励每一个个个体的努力和贡献 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理论和概念 实际行动和对现实情况的正确判断 远比空谈理论更为重要 历史上的变革往往为普通人提供了机会 正如共产党初期的将军们 他们的出身并不比在座各位优越 在历史转折的点上 通常那些包袱最少的人 最能抓据机遇 学识渊博今年丰富的人 可能思想固化 措施良机 而普通人或者边缘人物 由于灵活性和敏感性 往往在动荡中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例如观察民国时期的文化人物 政治家和许多高深莫测人物 最终都未能在政治变革中把握机会 那些精英不发黑白通知 神俗街道文武双全 朝野买账的一丝采俊 在中国民主的道路上 强大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精英 而是来自于每个普通人的 共同努力和奋斗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大致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